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纷纷涌向投票站 提前投票的热潮创下历史新高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 许多人心中都充满了不安 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大家都在担忧即将来临的动荡 支持哈里斯的人害怕特朗普的胜利会导致民主的崩溃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子认为 如果没有他 国家将朝着极权主义的方向发展 选民们的情绪在选举前夕变得愈发紧张 甚至在候选人的集会上 气氛也充满着不祥的预感 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氛围中 政治专业人士们也愈发感到不知所措 选举的结果变得难以预测 任何小的变化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局势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谁又将承受这场政治风暴的后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正在对选举感到恐慌的文章 最初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 描述了即将在美国举行的总统选举所引发的全国性紧张情绪 文章通过采访和观察 揭示了选民 候选人 以及政治专家们 在选举前夕所经历的焦虑 恐慌和不确定性 接下来 我将详细附述文章的内容 在佐治亚州克拉克斯顿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一个集会上弹奏着原声吉他 但这和谐的景象却掩盖不了集会参与者内心的焦虑 46岁的亚特兰大居民利贝卡·威廉姆斯穿着支持科学 支持选择 支持摔跤的T恤 他坦言对于即将到来的选举感到恐慌 他甚至依赖大量大麻来缓解这些情绪 随着选举日益临近 这种焦虑感在全国蔓延 候选人们的竞选活动充满了世界末日般的呼声 佐治亚州成为一个关键的战场 唐纳德 特朗普和卡马拉 哈里斯都在这里展开了密集的竞选活动 让选民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如同面临一场可能终结民主的目光之战 不仅仅是选民 政治分析人士也感受到这种紧张氛围 在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项民调中 87%的选民相信如果他们的候选人输了 美国将蒙受永久性的伤害 哈里斯的支持者中57%表示 如果特朗普当选会感到害怕 而47%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 如果哈里斯获胜会有类似感受 大约一半的选民担心选举结果会引发暴力事件 而53%的选民相信无论结果如何 美国的分裂都会加剧 民调显示 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支持率几乎持平 让选举结果变得难以预测 尽管民调专家内特·希尔福以预测准确而著称 他也无法确定选举的走向 他承认自己的直觉偏向特朗普 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两党策略师在信心和不安之间徘徊 试图分析可能影响选情的种种复杂因素 会不会有新的女性选民因为堕胎权问题而激增 或者特朗普的非传统魅力会吸引更多男性选民 这些因素都可能改变最终的选举结果 共和党策略师虽然展现出自信 但也承认无法完全把握局势 民主党策略师劳伦·格罗沃哥选择专注于他能控制的事情 避免被政治情绪左右 另一位民主党说客则用我没有足够的软糖来缓解焦虑 来形容自己的紧张状态 选举中两位候选人的信息也在激化恐惧情绪 哈里斯称特朗普为法西斯主义者 而特朗普则指责哈里斯为共产主义者 声称他是对民主的威胁 这些强烈的言辞似乎加剧了选民的焦虑 但也成功地激发了他们的投票热情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3800万人提前投票 在亚特兰大郊区玛利埃塔的投票站 选民们在漫长的队伍中 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惶恐不安 64岁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斯科特·埃文斯 表达了对国家走向危机的担忧 他觉得无论谁获胜 国家都将在危机中挣扎 52岁的玛利亚·塞尔瓦 更是担心美国可能走上委内瑞拉的老路 他表示民主不仅仅是总统职位的问题 而是关乎国家的未来 泽布隆镇的特朗普支持者 同样笼罩在不安的阴云中 他们相信特朗普是民主的最后防线 67岁的保罗·施奈德认为 如果特朗普不当选 美国将失去民主 21岁的学生麦迪逊·贝茨则担心 如果特朗普不当选 可能会爆发内战 就像在克拉克斯顿的集会上 当太阳开始下山 前总统奥巴马警告着集会者 仅仅因为特朗普行为愚蠢 并不意味着他的总统任期不会危险 这句话完美总结了整个国家 在这场选举中的紧张情绪 随着选举的临近 无论选民的政治倾向如何 他们都感到一股无法控制的焦虑和不安 请大家现在进入六度辩论环节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选举恐慌是指在选举期间 或临近选举时 由于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而引发的集体焦虑和恐慌情绪 这种现象可能由各种因素引起 包括政治不稳定 选民对候选人或政党的不信任 媒体报道的偏向性或误导性 以及对选举结果及其后果的担忧 选举恐慌的背景 通常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在政治极化严重的国家 选举恐慌更为常见 因为选民可能更加关注选举结果 对其个人生活和社会的影响 媒体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社交媒体和新闻平台的广泛使用 和及时性传播 可能会加剧这种恐慌情绪 尤其是当信息不准确或偏颇时 从历史角度来看 选举恐慌并不是一个新现象 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 和选举过程的复杂化 尤其是在现代技术和信息传播手段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选举恐慌的表现形式和影响 可能更加明显 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多个国家选举中 选举恐慌都曾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例如美国的总统选举 常常伴随着选举恐慌 部分原因在于其选举制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以及媒体的深入参与 数据表明选举恐慌 可能对选民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这种情绪可能导致选民参与率的变化 一些选民可能被恐慌情绪驱动 积极参与投票以抵制不希望的结果 而另一些选民可能因为感到无力改变结果 而选择不参与 此外 选举恐慌可能促使一些选民 在最后时刻改变投票意向 影响选举的最终结果 针对选举恐慌 各国政府和选举机构通常会采取多种措施 以确保选举过程的透明、公正和顺利进行 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加强选举安全 提高选民教育水平 改善信息传播渠道 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从而减轻选举过程中的紧张和不安 总之 选举恐慌是现代民主社会中 一个复杂的心理和社会现象 其影响不仅限于选举本身 还可能对社会稳定和民主制度的运作 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如何有效应对选举恐慌 将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美国的选举总是引发大量的紧张和焦虑 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说明选民对国家未来的意愿非常强烈 正如历史上许多重要的选举一样 比如1860年林肯当选时 美国面临内战的威胁 选民的恐慌并不是新鲜事 这种紧张激发了选民更积极地参与政治 反过来 这也可能导致更高的选民投票率 从而更好地反映出民众的真实意愿 美国选举制度虽然有其缺陷 但正是这些紧张和焦虑 让选民监督政府更为紧密 推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通过不断的民主实践 美国人民得到了更为公正的选举结果 长期来看 这种紧张是民主制度走向成熟的必要步骤 如果没有这种紧张感 选举可能会失去其意义 成为一场缺乏活力的活动 哦 还是别这么乐观了 楚天书 美国选举的紧张感已经升级到一种 无休止的政治恐慌 这根本不是正常的民主现象 而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好比一个人天天担惊受怕 生怕明天世界末日 这不叫活力 这叫焦虑症 这次选举的焦虑 不仅仅是因为政党对立 而是由于系统性的问题 比如选举人团制度的不公平 历史上像鲍博 罗伯茨一样的角色 层出不穷 甚至选举结果 往往与普选票对不上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成熟 真的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断的焦虑和紧张 可能会使选民逐渐失去信心 认为自己的投票无关紧要 从而导致投票率下降 而不是相反 我们应当关注 如何减少这种不健康的政治焦虑 而不是简单地称之为 民主制度的必然产物 谢琪琪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事实 但我们要看到 正是通过这种焦虑和压力 美国的政治制度 才对不断改进 就像技术进步一样 危机往往是创新的催化剂 比如说 20世纪60年代 民权运动时期的社会动荡 和选举焦虑 促使美国政府通过了投票权法案 大大改善了选民的投票权利 今天的焦虑 也在推动人们 对选举制度的深刻反思 许多州已经在考虑改革选举制度 比如采用排名选举法 来解决选举人团的不公问题 选民在这种情况下 反而会更加积极寻求改变 推动立法者进行改革 美国的政治制度 尽管存在问题 但依然拥有自我纠正的能力 这种内在的改革动力 正是民主制度的魅力所在 如果没有这种紧张和不安 制度的改革就可能陷入停滞 楚天书没错 问题确实能推动进步 但过度的焦虑只会导致瘫痪 而不是改革 你提到的投票权法案是结果 而不是因为焦虑而出现的 焦虑只会让人们更加极端化 正如最近的选举暴力事件增加 双方的支持者都在极端化地 解读对方的政策 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人采取极端手段 就像饮酒过量会导致宿醉一样 过多的政治焦虑 只会让选民陷入无尽的恶性循环 结果可能是政治体系的崩溃 而不是改革 我们应该寻找的是一种平衡 让选民对未来保持合理的希望 而不是让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与其说焦虑是民主的推动力 不如说是民主的一种疾病 需要认真对待和治疗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走出这种困境 迎接一个更健康的民主未来 谢琪琪 你提出的担忧无可厚非 焦虑确实可能会导致极端行为 但不可忽视的是 它同时也激发了社会各方的深度参与和讨论 就像在心理学中 适度的压力能提高一个人的表现一样 政治上的适度焦虑 能唤醒更多的公民意识 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度 我们看到近年来 美国的年轻选民参与度显著提高 他们不再对政治无动于衷 而是更加积极的投票和参与社区活动 推动政策变革 焦虑同时也促使人们更加关心事实和真相 打击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传播 适当的恐慌和不安 可以成为理性的动力 只要社会能够正确引导这种情绪 焦虑就能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 改革和希望并不矛盾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楚天书 虽然我承认适度的焦虑 可以刺激一些积极的变化 但我们不能忘记 这种紧张感也有可能导致选民的失望和政治冷漠 历史上有太多例子表明 当人们对政治失去信心时 往往会导致选民的参与度下降 而不是上升 比如在70年代的水门事件后 美国的投票率一度下降到历史低点 因为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现今的政治气候中 随着选举被戏剧化和极端化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 选举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这无疑会对民主制度造成损害 焦虑不应该成为常态 我们应当努力创造一个 更为信任和透明的政治环境 让选民在不被恐慌操控的情况下 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齐齐的辩论 展现了对美国民主制度中紧张与焦虑的深刻理解 但同时也暴露出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 楚天书认为选举过程中的紧张和焦虑 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能够激发选民的参与度 推动政治改革 他举例说明了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刻 指出社会动荡 往往催生了制度的改善 他看到年轻选民的参与上升 认为这是焦虑的积极面 然而 谢齐齐则对此持怀疑态度 他强调过度的焦虑会导致选民的极端行为和政治冷漠 并指出历史上许多时期的选民失望 是如何削弱民主的根基 谢齐齐认为 焦虑不应该成为常态 而应该努力营造一个更为信任和透明的政治环境 以促进真正的民主参与 两位辩论者的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我认为楚天书的乐观过于理想化 而谢齐齐的悲观则缺乏对当前年清选民行为的重视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危机的正面效应 但忽略了焦虑过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 社会对焦虑的正确引导至关重要 谢齐齐虽然揭示了焦虑造成的潜在危害 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这类情绪或许是选民在追求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反应 在总结这场辩论时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平衡这两种情绪 政治焦虑如果能够转化为理性参与 将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进步 但若无法妥善引导 则可能导致选民的冷漠 以及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机 因此 政治体系中的参与者 包括政府 媒体及公民 应共同努力 创造一个既能容纳焦虑 又能推动理性对话的政治环境 从而促成民主的健康发展 最终 只有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 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